好了 给你搞了点梨 认识嗓子 买这么多 那我干脆做个冰糖雪梨 大家一起吃吧 行啊 你要傻瞧 那我给你准备 公司都有 不用了 好嘞 你等着吃吧 先把梨改个刀 三分之一处切一刀 再把中间弯空 主要的配料加进去 放这颗冰糖 放点枸杞 放点白盒 再散发大枣 把个大的分体来蒸 摆上盖子 散过整四十分钟 艾伦 你帮我把豆角掰一掰 我去做个河川回来做焖面 你肉都帮我切好了 我洗个手来弄后面的 做一个豆角焖面 平底锅来焖 洗锅烧油 下蒜炒香 放八角炒香 下入五花肉 放一点点蚝油 放一点点料酒 生抽来一点 来点老抽上色 把豆角拖上去 加一点点水 放一点点十三香 先焖一会儿 调个酱汁 放两勺烧焦酱 放点葱花 再加一点小米辣 倒一点点香油 再放点蒜泥 加一点醋 再放一勺糖 再把面条铺上去 中间挑个孔 盖上盖 8分钟 搅和一下 把拌好的酱汁撒上去 撒一点点香菜 冰糖雪莉也炖好了 快来吃饭吧 我嗓子哑了很不动 我没放辣椒 要吃辣椒你们自己放 哇 这个炖的特别好 感觉这个很润喉 好养生油 吃面 完面都快脱了 小猪要不要缩一口面呀 你的强项 我等一下回去骂嘛 你们在开会呀 你就假装去上厕所 就为了这一口面 全是厉害了 我接下来看我们小猪吃面 好吃吧 好吃 我放了烧焦酱 嗓子好的时候还得放点红油 在做什么动作 请坐安了 今天的豆和肉都是你弄的 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是第一次做豆角焖面 人生中第一次 好成功 不正宗 但是 但是很好吃 我们公司做的菜 永远都是不正宗 但好吃 哈哈哈哈 咱俩 快喝个梨 我整个时候活干不辣 小猪看不辣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